下一題那做下一題之前我先說明一下因為我們工作區 我們工作區是在這裡有沒有 Enjoy的今天日期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裡面的話基本上我們剛剛至少會有一個什麼的Hello World 這個專案 也就是說你剛剛做完東西都在這裡了 那下一次的話你只要回到家 再指向這個工作區有沒有 再指向這個目錄 他自動會把你做的這個Hello World也載入進來了 OK 那再來我們要做下一個專案 我這邊已經做好一個 Mile to Km 就是英里轉換為公里的 我把它執行起來各位看一下 執行為 Android application 那大概做就像這樣子 就是我輸入一個 英里多少 然後呢 這個可以有輸入 按一下轉換他就自動可以讓我轉換 那基本上那個觀念 也跟剛剛那個Hello World的觀念差不了多少 也是一樣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要去做什麼事情 那流程的話我們逐一來看也是一樣先把畫面做出來 做完畫面之後再來做什麼 再來做那個 裡面的那個程式撰寫 那逐步步驟都一模一樣 OK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第一步一樣新建Android application 所以 下一次我想 你們就慢慢要習慣 就是 環境 請你先 就是 準備好 那如果說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隨身硬碟 你把那個 Eclipse 42跟43都放在 隨身硬碟 裡面也可以 隨身硬碟直接 也是點點開來就可以 那如果43不行 你用42也沒關係 反正至少你那個 環境可以先 浪起來 那再來的話 第二步就是怎麼樣呢 新增 這個我們的什麼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再來就是 開始有沒有 建好專案之後 再來把畫面做好 畫面做好再來寫 程式 寫完程式之後 這執行 執行可以 就完成 如果不行 就再找 BUG 大概是這樣子 基本上那個如果有寫錯 寫錯紅色的地方嘛 有沒有紅色的地方 再來做變更 因為初期 我想各位應該慢慢還沒辦法寫太複雜的程式 那只要不要紅色的字可以執行 就應該OK 他可能有什麼 驚嘆號啦 有什麼黃色的字暫時可以不要理會他 因為那個後面我們還會在講 為什麼會有一些 只要不要是紅色都可以執行 都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慢慢累積累積累積 你可以越來 越做越複雜的那個App 那你就會想說App上面你要放什麼東西 那怎麼去執行 他可以執行 你要的結果出來 甚至還不止一頁 你可以兩頁三頁 那甚至你可以 還可以增加電話的功能 簡訊的功能 上網的功能 拍照啦 或者是說 其他的 硬體設備 等等的 那慢慢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這個手機了 我想這是終極的目標啦 不過 就是跟那個爬樓梯一樣 你就慢慢爬慢慢爬 那初階的話 可能沒辦法那麼快 尤其是程式這個部分 假如說你希望能夠 爬得更順利的話 可能還是要 多了解一點 Java的程式 Java 如果你Java程式 假如說 熟悉 不那麼熟悉的話 可能 會 在打程式上面 會比較多 像剛剛同學 那個 刮壺 有沒有 上面大刮壺 下面 沒有就麻煩 還有分號 可能也都 就忘了要打分號 還有那個 Import 有沒有要 匯入那個 上面的那個類別 也會 不過基本上 你做久了之後 這個步驟都很熟悉 越打越快 所以一個App 你熟悉之後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 其實你說真的 一個App也沒 沒有 沒有太多東西 最重要 要寫出一個App 最重要是 創意啦 你要寫什麼東西 你要用在什麼地方 上面 然後呢慢慢的就可以把這個App推出去 推出去有人下載 有人下載有流量 有流量之後呢 你甚至可以在那邊掛廣告 那如果說 廣告有廣告獲益嘛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你這個App裡面內容 更豐富多元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變成付費的 付費的App 付費的App就是人家 download的時候就要付你錢 然後你跟那個 Google拆帳 37 他 他收3你收7 對 對那這樣 就也是一個 獲利的 來源 那這種方式絕對是完全可惜的 而且未來 可能我覺得 如果說有一些 甚至我覺得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有創意 甚至 他們利用這個途徑 所賺到的 這個賺到的 這個 費用 恐怕甚至還比他在 上班來的可能還更多 而且額外收入 而且他藉由這種方式提高他的知名度 比如說我還跟 像我去 學校的資工系 還跟他們講說 你乾脆怎樣 就是 你寫完App 會有QR Code 那你就把QR Code 放在你的履歷表上面 去面試的時候就請那個 面試官有沒有 手機拿出來 照一下 他就自動去安裝那個 App到他的手機上 他一看到 你有東西 有東西 當然就第一個 就是比較沒問題 如果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當然面試一定是 再 再看看吧 對不對 所以 很多東西 很多其實就是人家看到結果 那你要先把結果做出來 然後 我們就 後面的課程 就是循序漸進的 跟爬樓梯一樣 慢慢慢慢往上爬 那其實 並不太簡單 說真的這東西 太太 太多要記了 而且 你 只要有一個小步驟 漏掉之後 你可能 就會做不出來 所以細節很多 那 基本上我都有把步驟錄下 因為基本上 這些步驟實在太 太多了 這基本上都在考記憶力 還好 還好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比較過人的地方 應該就是記憶力比人家好一點點 所以我可以記好多東西 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很喜歡寫程式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但是 雖然我記憶力比別人好 但是我從來不刻意去記 因為你只要理解之後 根本不用記 我剛剛寫的東西 後來寫的東西幾乎都不是去記的 而是 我去了解他的原理原則 自然我就知道怎麼 怎麼做出來 如果說我突然 我不知道怎麼做 沒關係 我都有把畫面 拍照下來 有沒有 有的時候上課上到某一段程式 那我可能以前有上過 我 一段時間沒寫 我可能忘了 那怎麼辦 我到那個雲端印簾 雲端白板上面 打開來看 我一看我就知道怎麼寫 因為那個畫面 馬上就出來 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所以 也是你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記得就是 反走過必留痕跡 然後呢 設計的 我們設計的課程跟應用課程不一樣 應用是隨時 你斷斷點也可以出來 但是設計的時候你就累積 以後可能會用到 你將來也可以找得到 你不要說 像下一次 好像寫過 在哪裡 忘記了 忘記等於就沒寫 對不對 都全部都要重來了 所以切記就是要累積 你們設計的資源 將來 回來看 有馬上就可以做出來 沒有 就要想半天 所以他跟我求救 老師你那個東西在哪裡 我說你Google一下比較快吧 OK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新建領就會 點下來之後的話 那這個名稱叫做我們專業名稱叫mile2km 所以這邊的話 就打一個 mile2km 專業名稱的話 我們就照那個好了 照書上的名稱 各位參考 你們應該是三支 36頁了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沒有打一個label OK然後底下的話我們都是用2.33 好了 然後 target也是用那個 2.33的 那這邊也是2.3 那這個 我是用 4.3的版本 4.3 4.3 所以這邊有新名 4.2沒有 所以就這邊用 None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有這個 這個是布景主題 不要主題 不要主題好了 在2.x的版本沒有 在4.x的版本 才有 下一步 那這邊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OK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我就建立一個 新的專案 那 新的專案上面要做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也是一樣 我們mile2km 他自動會幫我把程式打開來 然後畫面打開來 兩個都打開來了 有沒有 左邊是畫面 右邊是程式 那我們逐一來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的畫面要佈局哪一些 請各位看一下 把它放大之後 這邊把它拉寬一點 拉過來 蓋藥部分非常重要 其實蓋藥就是 去了解我們這個畫面上面有哪些元件 蓋藥裡面找 那首先第1個步驟 請你把relative layout 把它改一下好了 我覺得比較好佈局 relative layout就是 就是relative是相對的 相對的 版面配置 那請你按右鍵 把它券局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做linear layout Linear是線性的 它由上到下 不然relative連要拉半天 我用linear layout比較簡單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這一個 先刪除好了 Delete掉 現在是空白的 那我們佈局的話 第一個要先什麼 TestView放進來 這個的話就第一個 這上面要顯示什麼 顯示英里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放個什麼呢 放一個那個 一個可以輸入對不對 這邊上面我先按右鍵 ad test 改成英里 然後 顯示 OK按確定 再來下面要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ad 就是可以輸入的 請你點擊 下面這邊有個 TestView TestView裡面呢 請你找到那個Lamber 往下找 整數的 拖拉過來 放開 記得是選擇是Lamber 將來他才只能夠輸入數字而已 只能輸入數字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放一個 再封VG點一下 特別是這個是可以切來切去的 他是活的 然後再加一個 TestView TestView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拉寬一點 拉寬一點 按右鍵 ad test 把裡面清掉 clear 清掉裡面就空的 也就是說將來這個地方 是時速顯示的位置 那再來就加一個button button部分的話呢 這個看起來是整個拉寬的 所以你怎麼樣 把它整個拉寬 拉寬或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Layoutwise 你可以叫做web 這個webcontent 他就會自動 他自動會去縮放 或者把他直接拉寬 這邊應該可以 直接 應該match parent 就是 跟那個 負乘 負乘就是我們這一個 這個畫面 一樣寬 就match parent就可以了 他就會跟這個畫面一樣寬的 那這上面這也是一樣 你可以按右鍵 他的wise的話 你也可以什麼 match parent 就跟那個上面這個我們Layout 一樣寬 那這個也是一樣 OK那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佈局就完成了 布局完成第一步 OK 第二步的話怎麼樣呢 就修改他上面的什麼 ID對不對 因為將來這上面如果說 會被使用到的我們就要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各位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畫面 雲端一點我想這部分先 先完成到這裡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說 再把上面畫面完成再來就撰寫程式 也就當點擊他的時候怎麼樣呢 就 把輸入了這個值 計算完的結果放在這裡 一樣嘛跟Hello World差不多 可以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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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